哈喽 大家好 今天手套股呢就冲高赔弱 我本来以为他们已经占本了 有机会继续往上走 然后呢在5盘的时候呢 手套股呢尤其是四大天王 继续往下掉 这样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手套股的四大天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opglove 我在5月29号的时候我就说 诶 这边出现了个熊指标 就是这边有一个贝嘛 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其实是谈谈区的 我就讲啊 我就想到说这个熊指标 可能是假讯号啦 谁知道呢下午的时候呢继续往下掉 这样这个熊指标好像是对了哦 这样我在27号的时候呢 我就讲呢它的support呢就是这个 指示线 那时候是1.10 现在是1.1亿啊 而它的收盘价呢 就刚刚好就是1.1亿哦 那时候我就说如果是 stepport这条指示线的话 嗯 可能要考虑暂时的慢出去啦 因为又有这个熊指标 又有这指示线 stepport了的话就有点危险了 RSI也是stepport 所以现在就看到明天咯 收盘价啊 我们一定要看收盘价啊 这1.1亿可以不可以守住 嗯当然如果你觉得1.1亿太靠近 你要安全的话呢 你可以看这个蓝 这条蓝色线啊 啊这个蓝色线就是1.02 这边呢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 呃 1.02到1.11这边呢就是它支撑了 这次讲不好 啊 啊 但是文如何这个熊指标呢 我们 现在 我都不知道它是真的是假的 那我们继续观察 这个就是topglove 它还是在这条指示线上面 暂时才可以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但是这个RSI呢 已经是stepport50了 已经是有点弱势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Hatta Hatta 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有分析的 因为那时候有股友就问我嘛 啊我的分析就是才是什么 才是一样我就说 呃 才是一样就是 那时候股价是上去的啊 我就说哎 哎不错吧 直跌反弹好像是机会哦 因为直跌反弹的话 其实是可以马路的 但是现在收盘价的时候看回来 哎 它又跌回来又刚刚好 好在这个 把这线上面 收盘价是2.30 但是它指着线是2.28 非常靠近了啦 啊一样咯 如果真的是stepport2.28的话 嗯 可能现在朋友呢 可能要考虑暂时把它卖出去啦 就是这样子讲了2.28 啊2.28stepport的话 收盘价啦 要考虑把它卖出去 如果你真的是认为要锁住的话 这样就可能是两块钱咯 然后以为这个两块钱 其实就是 sorry 2.27 啊 不是2.27 啊 1.83 1.83就是200年均线 这个不要再破了 反正线也是 总之两块钱啊 当然两块钱 哎 他也是非常弱势 首先就看他这条紫色线 toptop也是看紫色线 啊 他到底是看紫色线 就 现在就有点弱啦 因为他往下走了 风高亏弱啊 啊 真的是不好看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 之前啊 如果你要赞助我这个双剑 论股的圈子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Dash & Gold 按这个link就可以了 我等下呢 我把这个link呢 放在留言区 我们来看一下Cost 3 Cost 3 Cost 3 你这一点没有讲的啊 Cost 3呢 其实呢 在27号的时候 我就讲他这条 百线嘛 这条百线呢 什么来的呢 这条百线就是过去历史的这个 呃 啊 啊 现在好像暂时守住了 没有Deport支撑啊 是ok的啊 Deport的话呢 啊 真的是要考虑暂时的把它 卖出去啊 这个 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toptop 他也是一样 短线交易者呢 Deport支撑的话呢 可能要考虑把它 出去了 现在他支撑还是守住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这个就是Cost 3 所以他的支撑 就是1.37 但是没有没有改变 呀 但是他有点不好的东西 就是说他现在股价呢 是处于这条指纸线下面 啊 之前讲过了啦 最好的行星之下呢 就是他股价呢 全部涨上去 所以的筹码主力 现在就最漂亮的 现在他开始被这个 指线压住 这个已经不升好了啦 呀 趋势有点要 这个其实一个 一个见景的讯号啦 ok 第二个呢 就是Supermax Supermax 也是一样 其实他之前也是出现了这个牛 啊 这个熊指标啊 熊指标 而且呢 他 最难看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 他的股价是被这个 紫线 蓝线都是压下去了 下去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他的这个收盘就是0.93啊 下去了 他的支撑呢 就是我之前画的这条线 大概是0.9 所以0.9 是他支撑咯 是他之前的这个啊 过去历史的蓝色线 跟蓝色线 所以0.9呢 是他支撑 Deport的话呢 可能也是要考虑把他 啊 把短线的朋友呢 可能要考虑把他抹出去啦 这边一样啦 0.9也没有改变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RSI呢 也是继续往下去的 所有手套股都是一样的 从大败是同一个battern 大家都是正在被这个支撑仙顶住 啊 本来以为今天他们有一点上涨的趋势 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怎么这样子的 但是呢 顶住了先 呃 因为只要他没有Deport支撑线的话 就守住吧 或者说你是长期的 你可以不看他 一年之后再看的话也是ok啦 也是可以努力他 ok 这个就是我对 手套股四大天环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买意见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去帮下码 帮我去share share去所有的情组 share去Facebook WhatsApp也是可以 啊 最好的才是 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要充这个18000啦 现在是17000多 我希望下个月DV的时候 可以充上去18000 ok 谢谢大家的支持